其實在我們臺北市的教育政策裡面 雙語教育跟國際教育是一個重點 那臺北要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 一定要處理雙語教育跟國際教育 事實上中央政府也有頒布2030雙語國家的政策藍圖 還有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2.0 事實上我們過去中央政府大概一年是花2億元在雙語教育 明年是要擴編到20億 所以事實上我相信不僅是臺北市 就是在中央政府的層面他也知道說 雙語教育跟國際教育的重要性 臺北市是在2017年從東興國小跟文昌國小開始示範雙語教育 那這個故事是這樣 2016年我去新加坡 當時有拜訪他們的教育部長跟 跟那個 經濟部長 我在問他說 為什麼新加坡 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城市 你看那個 以前那個川普跟金小胖要見面在哪裡 新加坡 然後馬英九跟習近平要見面選新加坡 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新加坡干涵什麼事 可是就表示說新加坡在過程當中 它已經塑造成它是一個國際城市 那我想大家也知道 新加坡大部分的人口是華人 所以我當時問他們的教育部長跟經濟部長 因為那個是屁事密談 我問他說 新加坡成為一個 國際化的這種國家 它是一個城市國家 它的秘密是什麼 後來他們教育部長送我一本書 就是李光耀傳 他說那個秘密 就在這裡面 他說新加坡花了28年 推動雙語教育 我當時還問他說為什麼要28年 我後來一直不懂 不過現在我推行幾年以後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些老師 我們現在原來在教的老師 他要等到 即使我們有新的老師進來 結果老師還是在那裡 所以這個要慢慢替換過去 所以要花28年的時間 不過我們想我們 有新加坡的經驗 在推動 也許不必用到28年 可以快一點 不過事實上我們在 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我們自己的感覺 還是要按部就班 2017年我們選了兩個學校 東興國橋跟文昌國橋 我當時我們是選什麼 選那個就是 學生比較少的 後來發現 改成雙語學校 突然兩個學校變成滿和學校 因為大家都跑來參加 所以後來我們在台北市在推動 智慧教育跟 雙語教育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原則 就是所謂的弱勢的學校優先 這也是利用政府的力量 來平衡 整個社會不公平的一個方法 那從2017年 兩個學校開始 再來6個學校 再來13個學校 那現在是28個學校 等到明年我們是要推動到49個學校 到時候有35個國小跟14個國中 會推動雙語 雙語教育 它也有標準 三分之一以上的課程要用英語教學 那 事實上我們 每一個學期 結束都針對這些 有在進行雙語教育的 學校 有做問卷調查 包括 包括學生、老師 還有家長 我後來發現 家長的滿意度都比學生高 這是我們台北教育的一個特色 就是家長永遠有很高的期望 不過我們要非常感謝 有參加雙語教育的這些學校的老師 對雙語教育都持一個很正面的態度 支持度都是90幾 到100%的 所以也因為有這些老師的支持 我們雙語教育才能夠一步一步的發展 那麼 我們現在是28個學校 明年要達到49個學校 這過程當中我們要當然有一些要做準備 第一 首先我們在去年 在永濟國橋成立了雙語推動辦公室 來統籌有關雙語教育推動的所有問題 不管是私資、教育、總是有人來做負責 所以我們在 永濟國橋有一個雙語推動的辦公室 有專案辦公室以後 下一步就是私資的培養 剛才 這個局長也講了很多 事實上我們在推動雙語教育的確最困難的是私資 而且這私資也不是 很多東西是經費一丟下去 就有人 就有動產品 老師沒辦法 老師的訓練要有時間 所以不管是從公會生的培養 還有我們這個師範教育的這種培養 還有從國外直接招考這種所謂的外籍學人 來擔任這個英語學童 雙語英語學童教學 那 事實上我們後來我們有決定 我們要決定說 每一年新增的老師 要求要有雙語能力的百分比 我們現在是設定40% 我當時還在想說要不要把這個 再拉高一點 因為拉高一點的話 我們整個 要完成雙語教育的時間會短一點 我們今年是設定40% 結果 招不滿 這就表示什麼 這個 就剛才講的 有東西是花錢下去他就有東西 市資沒辦法 所以即使我們當時說設定 我們每年新招的老師 我們要具備雙語能力的百分比 今年是設定40% 結果要招的老師才招不滿 那表示說在未來的時間 我們必須 針對這私資 要有一個長遠的規劃 事實上是這樣 只要台北先行 其他縣市就會更近 所以你不要以為我們現在培養的私資夠用 很快的其他縣市跟我們搶老師 所以 這個關於私資的培養 我們要當做一件事情來做 另外一個是教材 教材我們當然是從這個 低年級的這種 健體課 生活開始 甚至體育課開始 開始 開始 開始做學 教材也是 每年之後是編幾冊 也沒有辦法說一下子把 從國小到國中高中全部編完 所以這教材也是我們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我們有一個叫台北庫克雲 庫克雲的好處就是說 你拍一套 你只要找一組老師來拍一套 放在網路上可以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目前在庫克雲 也會把雙語教育 我們雙語教育會用庫克雲當作一個媒介 也會拍一套影片放在上面 剛才有在講IEB 就是國際文憑的課展 事實上我們台北市也這樣 凡事起頭難 我們今年有第一屆 國際文憑的學生 總共才16個 因為沒有人要當第一個 所以第一次要招學生也不是那麼容易 不過我相信有第一批的學生 慢慢就會多起來 所以我們目前在公立高中 開始 開辦不管是台媒 或台家的這種 高中雙年學士 就是你念中正高中 你可以申請那個國際文憑 也許要多上一些課 所以到時候你畢業的時候 你有兩張文憑 一張是 台北市教育局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發給你的 另外一張是 也許是美國或加拿大 某一個高中方發給你的 那我們現在有跟 美國加拿大 也有英國的 還有這種 IV課程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在學校當中 開始推動這種 國際文憑 也因為是 這種 視頻 網路的教學 讓這個比較容易 如果沒有這種網路的話 線上的教學 國際文憑相當難推動 不過 我認為疫情還是會結束 所以我們目前有些事在線上教學 但是有機會 寒暑假還是要讓他們出國 所以慢慢的 我們一步一步 從這個 專案辦公室 私資的培養 教材的培養 國際文憑的推動 一步一步一做 當然我們也謝謝這個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在研發那個教學評量工具 因為教了 總是要看一看到底教學有效果還是沒效果 所以還叫一個培養 那除了這個雙語教育 國際教育 其實今年要不是因為疫情 2019年 我也是在外面 演講 問他說 你曉不曉我們台北市 一年花多少錢 補助我們的老師跟學生出國 他說300萬 我說錯 1億 我們台北市一年花1億 補助大概9000個 學生 出國 出國是這樣 我們用coupet的方式 我們不可能100%幫你出來 當然是透過補助的方式 我們讓我們的學生有機會出國 我覺得出國很重要 讓他爭廣健文 事實上我們也在辦那個休學旅行 要不是今年有疫情 我們2019年已經有4萬多名的日本高中生來 台灣畢業旅行 來畢業旅行的時候就順便我們有姐妹校的聯誼 你知道 我們要從小開始讓我們的學生有機會出國 有機會去姐妹校 所以剛才看一看說 你們跟伊拉克這個學校跟伊拉克的某一個學校有姐妹校 我說真的還假的 其實這個也是一種做法 有機會我們讓他進來 有機會我們出去 讓我們的學生從小 可以看這個世界 所以這個叫國際觀的培養 我想疫情還是會過去的 不過我們這個錢還是大概 如果可能的話我們還是維持大概1億元的補助 不管是民俗訪問團 或是高職的這種技術的考察團 或是這種學生的出國 我覺得我們還是會繼續花這個錢 所以是這樣 不管我們多節省 我是很節省的人 但是發在教育 不過我們不僅是 雙語教育 還有國際教育 事實上 我們市政府教育可以說是非常認真 我們幾乎在所有的評比 在教育這一項都是滿分 不然就是 我們自己說自己好不厲害 如果到其他國家都說很好那就真的很厲害 所以不管是 經濟學人的評分 或者是 那種國外什麼智慧城市的評分 我們在 我們台北市的教育 在亞洲地區幾乎都是TOP 都是頂尖 那展望未來 教育其實是有多方面 我們剛才講是雙語教育 國際教育 其實我們 這個田園城市也是很重要 田園城市 然後我們有智慧教育 而且我們台北市 在整個 伊化 當然是絕對是領先全台灣 不過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目標是要 要能夠跟世界競爭 所以 我也希望說我們 我們這個學期 大概在 下個月我會去北印尼去看 我們把整個北印尼全部伊化 無現金教育 系統全部給他做起來 別你做成功以後再 開始推到其他學校去 所以像這次 金華國小 全校的學生 97%的綁定電子支付 我就特別去看 我覺得這很重要 台灣 秩序是一個ICT大國 可是我們的數位基礎建設還是太差 從這次行政院頒發那個三倍券 只有8%的人不是用紙張 不是用那個紙張的那個三倍券 只有8%的 不管他是悠遊卡、悠遊戶或者是信用卡 只有8% 其他92%的還是可以去零用紙張 當然我們 台北市65歲上的老人有40%是用悠遊卡 我覺得這實在是太了不起了 竟然我們的老人 是整個台北市依化的先鋒 我都沒有 我當時來怪我們的教育局長 我說高中 我說我們的老人有40% 結果我們的高中身才25% 是怎麼可以 所以後來我們就開始 開始加壓 不過這個國小現在我們整個 國小已經超過50% 要60% 66 我們國小學生就有66%用電子支付 其實這樣 很多東西是這樣 你只要 不過我倒覺得這樣 後來我到金華國小 我特別跟他們交代說 97% OK 不要追 先不要追求100 因為有最後那3%他沒有辦法 電子支付 搞不好連手機都沒有 這個我們要另外處理 所以政治上也不是盲目的追求100%的 所以我們在 我覺得在現階段 就我們的數據看起來 大概總人口裡面 有15%還是沒有用使用網路 所以我們在 我們很明顯 國小國中高中 國小用電子支付綁定的就百分比最高 反而高中比較低 我想這有幾個原因 也許高中生不想讓父母 綁定他的丈夫 這一個 另外一個是 家長的年齡 因為國小的家長是比較年輕的 所以他使用電子化技術會比較早 不過anyway 我們在未來的時間 還是會加速 完成整個學校的 依化 無限金交易 田園教育我們還是會繼續推 智慧教育我們已經有一定的基礎 庫克雲我們會再把它做得更好 最後還是會有一些 想想看我們哪些還沒有 能不能再做得更好 比方說品德教育 坦白講 智慧教育 我們有很清楚的KPI 可是品德教育實在是很難 我不曉得KPI怎麼定 對我們這些理工科人就覺得 不曉得怎麼定 但是我沒有人會否認 品德教育的重要 這品性 這還是非常重要 所以anyway 這個雙語教育是我們全部教育政策的一部分 那我們 已經有一定的水準 我們知道在現階段 我們有受到失資 失資限制的障礙 所以沒有辦法急速扣張 這個失資的問題如何突破 就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因為我們有開那個名額 連照都照不滿 所以這是問題 所以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我們看看我們要怎麼解決這些我們目前遇到的問題 好謝謝大家